我们家36个菜,随便吃8块钱,当你不浪费,随便吃,随便乘 大家好,我是麦董,今天我在山东河泽,河泽眷城 今天带你们吃一个超接地气的,8块钱自助餐,就是这样啊 8元管保,便民快餐,各种炒菜,接不接地气 这个菜不够卖了是吧,又炒菜了啊,这炒的什么,木耳? 木耳辅助 你们那一天算过有多少个菜吗? 356个菜 356个啊,就是卖完再炒 卖完再炒 8块钱 8块钱吃饱 8块钱吃饱 你吃不饮啊 嗯 是不是这家店你们经常来吃吗? 经常来吃 经常来吃啊,你们在旁边干活的是吧? 在工地 哦,工地的啊 8块钱,是吧 随便吃 吃啊,吃完了啊 你们就这么多盘子就16块钱 对 啤酒也算吧 啤酒 啤酒不算 丸子汤也免费的啊 吃的空空的啊 对 不能浪费是吧 这又炒了一个菜啊 这叫海鲜沟是吧 对 对 你们家不像别人啊 别的店有的卖的这么便宜 卖完就不补了哈 你这是卖完就炒 对,卖完呢 一看我来着我就炒 哦 嗯,炒得漂亮啊 你就是家里大徒来 都是你炒吗? 对 对 对 好 好 好 师傅,好酒量啊 好酒量 你们干活就是每天来一瓶冰啤酒啊 对 每天便宜 嗯 五天都要喝 我看看你们吃的什么啊 丸子汤 丸子汤 还有米饭啊 又来了一波师傅啊 全部自己动手 你们就是旁边工地上班的是吧 嗯 工地上做什么呢 金花器 金花器啊 这个就是老板承包你们下来装是吧 安装是吧 对 一天这个人拿多少钱干多少钱啊 200来块钱啊 200来块钱啊 就是工地换你们就换地方 对 你看啊 现在这个年代啊 八块钱 能吃这么多菜 难怪生意这么好 你看 我们三十六个菜随便吃 八块钱 当你不浪费 八块钱 能吃到什么东西啊 他们家三十多个菜 我们来给你数一下啊 这是花菜 青菜 这卖完的是 包菜粉条 豆芽 土豆丝 青菜 这个是什么菇 这个是拌的豆皮 白菜 这也卖完了 黄花菜 黄瓜 粉丝 这是花生米啊 然后这个是银耳什么东西 丝瓜 还是茄子啊 这是另外的一种 青椒 蒜苔 拌的这个菇 豆角 豆芽 鸭 鸭血 我第一根嘛 这是 这是什么 看不懂 土豆片 这是鞭豆 豆丝 腐竹 绿豆芽 然后这是粉条 青椒炒鸡蛋 这也是一种豆制品 洋葱 还是豆制品 我来数一下啊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1920 201212232425262728293031 那边还有丸子汤 还有两种汤啊 来看一下 这是卖完了啊 这是什么汤 这是什么汤 这个是绿豆汤 这是什么汤 卖完了 然后还有这个粉条子 还有丸子汤 我的个妈 8块钱值钱吧 卖完还要搞 还要做 再来一锅汤 还有人没来的 还有人没来吃啊 这是老板是吧 是 你这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天 大约 一钱 五十多钱吧 哦 这个是完全走量啊 对 完全走量 活力多销啊 我给他 一家 这个工地 很快 他们也在工地上 一家 哦 你原来也是干工地的啊 哪里都干工地 你知道工有不容易啊 对 我知道他们挺幸福的 吃饭也不好找地方 所以这边再加工地 这个是重新烧的鸡蛋汤啊 西红柿鸡蛋汤 我们来看一下啊,大锅菜的西红柿蛋汤怎么搞啊 这个大姐就是大厨啊 刚才已经烧了两个菜了 你应该是老板 因为烧菜都是你干啊 这里都是馒头啊 这边主要还是馒头哈 你们这边鸡蛋汤也是勾芡啊 南方跟北方的汤啊,其实不太一样啊 山东很多地方的汤啊,其实 在我们江浙,它应该叫羹 它这个应该叫鸡蛋羹 很粘稠 师傅吃饱了吗 吃好了 吃得很好 好几个月了啊 好几个月了啊 8块钱在外面吃不到这么多吧 吃不到这么多 哈哈 下来这个菜比外面好 比外面好啊 打鸡蛋 几个蛋 我这有的鸡蛋,二十来个 二十来个啊 你是真舍得给人吃啊 那是 我这舍里叫工人吃 工人才来吃 要不拿工人还不来 哈哈哈哈 一定要舍得是吧 对 大方他们就过来捧它 对 你看这鸡蛋多不多 这没喝啊 不得 不喝了 不喝了,不喝了 没有老的水,你放了我来来 哦 哦 在夏天玩着啊 玩着西红柿鸡蛋汤 对 8块钱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打 选择障碍 我们随便弄你啊 不能浪费啊 就尝尝啊 尝尝这边的最接地气的美食啊 豆芽子 8块钱 没有荤啊 但是 你要讲8块钱没有荤 会不会讽刺奖 8块钱这么多 还要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搞点这个 这个荤 压血 好 我们就吃点 少吃点 我来碗汤 好累 这个汤 外面就得卖五六块钱 对 三东一碗汤 五块 五块是吧啊 就这一碗汤 我们老家得六块 很浓稠啊 还有一个啊 这个要给他们家点一百个赞 在山东啊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能吃到米饭 感动啊 累流满面 不吃米饭我真的吃不饱 是否你今年五十几啊 五十二 五十二啊 对 就一直干工地啊 干工地 家里几个小孩啊 两个 还成家了啊 又一个成家的了 不干不行 压力太大 不干压力太大 还算过这个8块钱一份 能赚多少钱啊 可能赚一块钱 一块 来看看我们这个配置啊 米饭 这个三十多个菜 随便拿着菜 鸡蛋汤啊 八块钱 网上啊 很多人讲啊 很多人会给这种 卖的很便宜的店去算账啊 你们算一下 他们家这个八块钱能赚多少钱 哈哈 来这儿吃的都是工人多一点啊 旁边就是工地 刚才我问那个老板啊 大哥啊 他以前也是干工地的 他说他知道这些工地工友啊 吃饭不容易 所以搞了一个这个 这么一讲啊 确实蛮让人佩服的啊 来看看这个鸡蛋羹 哈哈 这个超级有食欲啊 西红柿丸子汤其实是啊 他们家的老板娘也有觉悟 大姐讲啊 你舍得给工人吃 工人才来捧场啊 其实啊 这就是最完美的人跟人之间的做生意的这种关系啊 我舍得给 你来捧场啊 刚才啊 我们环控一周啊 没有一个女的在这吃 就是盒饭啊 这种路边盒饭 确实是男人在吃啊 每一个男人 都不容易啊 给正能量老板点赞 给这些辛苦在外面奔波 操劳的家庭支柱 点赞